你看尿性啊,这是什么型房车的,这是什么型房车的,这是什么型房车的,这是谁人啊,是尿性啊,一会儿咱们采访采访的。 好一个哦,牛人哦! 喂,我看前面都换成,换成这种轮胎的。 你先停车,有个采访那种。 这要干嘛去? 要倒,要倒车,后边还背个自行车,还戴监控头的。 哎呀,大哥,从哪里来呀? 从荷兰来呀。 荷兰?嗯。 采访你行吗?可以。 可以。 可以发抖音是吗?没问题。 哎呀,你这车都自己改的吗?自己改的。 我看都换成这种汽车轮胎了。 这种轮胎的安全性。 安全性好。 再加上如果坏了的话。 它还不跌膜是不是?对。 这水箱呀,前面还带个,改个这个水箱。 这是水箱。 这是水箱。 这动手能力超强啊。 还没完工的,全面都买好了。 这是干嘛的,大哥? 排气管。 这排气管整出了高,涉水呗。 涉什么水啊,上面有管,有盖。 啊,上面有盖。 排气管为啥整这么,省得呛人是吧? 嗯? 整这么高呢? 要求就是让它的腰不要再摟到我身上。 省得呛到你是吧? 嗯。 跑了多久了? 大概半个月了。 大概半个月,就从老家出发呗? 对。 一直到这儿,一路走一路改,是不是? 对。 这是把残料都带上,到折头山去改去。 这车太酱了,这车。 我看你还几个双发电机啊? 嗯? 这是双发电机? 我40万户的电。 这是干嘛的? 启动机。 这是启动机? 对。 后改的启动机? 对。 我的妈呀,你这是人才啊,大哥。 我车上用的48伏的电。 48伏电? 主通的用不了。 多少度电呢? 呃,本身是可以7.5度的,但是电瓶时间长了。 现在我在充电桩充电的话,一晚上充下来之后,别的什么都不用的话,3.5度电。 够用。 够用。 够用了。 上面铺满太阳能板了吗? 对,因为我白天用电的时候,基本上不用电瓶电。 就是太阳能板就够了。 太阳能板就够了。 不完。 真行。 哎呀,这要整这个,这是一个马达,然后带一个48伏发电机。 我天哪,你这车太酷了。 朋友们啊,这玩意行啊,这玩意行啊。 这是318,这条该最亮的感。 哎呦,我天哪。 大哥,你这是干嘛的啊? 那是氧气瓶啊。 这是干嘛的啊? 放一盘。 放一盘在这儿? 对。 不用手扶了? 手扶改弯改不动,特别上坡的时候。 啊,这是液压防,液压助力是吧? 对。 我这妈在这儿呢? 可以了。 那你这套,哎呀,你这套车改了得多少钱现在? 这玩意啊,你看这怎么算啊? 光算材料的话,得大几万块钱。 几万块钱? 你要算上工钱的话,少说也得30万起底。 30万,那算工钱那是。 那你现在跑起来的时速能达到多少? 时速30、40万。 30万,慢慢走呗。 一路上风景,到处都监控。 到处都监控。 那方便看里边吗大哥? 里面现在装的材料呢? 还在拓展呢? 后拓吗? 侧拓。 装的材料。 啊,装的材料。 还带这么大洗衣机。 洗衣机冰箱。 你这动手能力太强了。 还这么大空间呢? 这下行啊。 我这还没搞完了,搞完了空间就大了。 那你这个,你按这个是干嘛的啊? 啊。 热水器啊。 马桶啊。 马桶? 啊,这马桶在这? 你是直排的吗?不是吧? 啊。 带黑水箱的? 水箱在这啊,在下面。 在下面啊? 是。 啊,有马桶。 洗澡呢? 洗澡就在马桶那儿洗啊。 就在这儿洗澡? 对,窗帘一拉就完了。 这大洗衣机过瘾呢? 回去想用这大洗衣机了。 洗衣冰箱。 所以上面还有很大空间? 上门。 看看他在厕所里面有没有电。 啊。 还在厕所里面? 没有,没有,没有。 今天今天不走。 在卫生间? 没有。 下午呢? 我先收电汗。 收电汗。 继续干。 你这个是干嘛的? 这个是。 下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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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拓展在哪边啊? 拓展呢? 拓展是在哪边? 这就是拓展呢? 睡觉的地方啊。 睡觉直接把它拉出来是吧? 压压的。 这是注水? 这是加水的吗? 你这个下边这个支撑是手摇的还是液压的? 液压的。 液压的? 对。 在自己超频的? 对。 这家改正用心呢? 这是刹车的吗? 刹车棒。 刹车棒。 这是控制液压的? 液压。 控制这个? 我还要在这儿待几天。 你这刁车有的配置你弄上了? 能演示一下吗? 这个可以啊。 本身我在这儿待着我也不动。 再看看啊。 在液压,液压角的。 直接支撑。 车顶起来是不是? 对,顶起来睡觉车就不晃了。 在那个刁车里边就会有这种装置。 这个大哥真是改装达人呐。 先路搞一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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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路搞一下,刹车也要搞一下。 哦。 发动起来。 这个单杆发动机。 这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啊。 单杆发动机神奇存在。 现在要演示把这个脚落下来,看到吗? 落下来了。 把车支起来。 车头能载掉吗? 嗯。 车头能载掉,载不掉。 车头什么? 车头是固定的是吧? 车头不是固定的。 还可以拿下来。 可以拿下来到了,我没必要拿下来。 啊,对对对。 啊,落下来了。 一天能跑多少公里啊? 这个是车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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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,100公里。 这就直起来了。 它自动超频。 对。 我全部给它升起来。 收完了之后,我要下去收饭。 啊。 啊,连骨肉都不收力了。 啊,骨肉都离地了。 哈哈哈。 哎呦,我现在,杀这个人。 你怎么这么装干嘛呢? 我要下去收饭。 做饭,你做饭,为什么要? 我要到下面烧,你烧电汗。 隔地下烧电汗。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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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对对对。 我的妈呀。 我的妈呀,真是。 我这这么多次来其他, 我见到最尿症的了。 大哥。 你这,这多少吨呢? 两吨的。 那你这车还不超过两吨啊。 这也是液压拓展吗? 对。 啊,这直接这也拓展出来了。 啊,是叫在液压拓展的。 真可以啊。 啊,在那边,在那边拓展。 这烧电汗,这一边走一边改装。 我得买。 90公分宽。 啊啊啊,90公分宽。 这里头也有保温材料了,是吧? 90公分宽出够了嘛,两个岁都够了。 够了。 够了。 这家里保温材料,这活都自己干的? 自己干的。 可以可以可以。 对,这手艺太强了。 我到时候发视频是按摩一下啊。 行。 有空调吗? 空调也按了。 空调没装。 空调没装。 暂时没时间没搞。 你现在要焊什么呀? 焊底盘。 底盘什么了? 底盘大娘那时候有点问题。 我在那边找了一块材料给它加固了。 有点开裂是吧? 电不够用。 电不够用,没有烧完。 都一天烧一点。 电不够用,用我的电? 你这电也不,烧电汗,还得不光你电, 还要那边去购,购死才行。 够了,我那7000多吧? 7000多吧,差不多。 够了。 我看这底盘。 哎呀,你这家伙,你这是末日站车呀。 为末日而准备的。 那水箱多大呀? 水箱,不末日应该可以装个200升吧。 200升水? 水箱有这么宽。 这个斜度就是水箱是吧? 对对对,这个斜度有80公分。 这就是水箱是吧? 水箱也做了保温的。 水箱都做保温了? 对。 你这个。 我都想什么都做到保温。 我都用水箱都做保温了。 改到现在是用了多久? 2年。 2年时间? 对,没改完。 那你以前。 我要去了泽多山东海里带半个月干。 那以前你是做什么行业的? 什么都干过。 什么都干过? 水电工,电汉工,办公室也做过。 美发师干5年。 美发师干5年? 是什么样的想法呢? 你突然有个突发机想改这样的车? 年轻的时候都有这个想法。 年轻的时候? 只是说那个时候钱难挣。 你想想那个时候一个月才挣几千块钱,买个拖拉机都得打几千。 后来有条件了,又结了婚。 也出不来。 出来了,拟了婚了,咱就没什么顾你了。 哈哈哈哈。 前半天是婚姻,婚姻是半小时。 被婚姻的牢笼给锁住了他的梦想。 所以说大哥,现在离婚了。 如果不好听的话,抖音还没出来我都已经到西藏了。 已经到西藏了,这是第几次来了? 没来过,第一次。 第一次来。 前年的时候是准备去西藏的,我是年前走的。 年前走,我打车先到海南。 先到海南了,结果那个车太重了。 我那个时候是两层升高的嘛。 晚上升的。 两层升高的。 升起来的时候有4米多高。 然后那个车2.5吨重。 2.5吨。 我没走这条路,我要走这条路的话,我当时在宜昌就返城了。 因为在宜昌那个路的话,那个车都爬不上来。 爬不上来。 这个车现在轻了,两吨。 不到两吨是吧? 一吨都没有。 这改的确实。 因为我这个车,我的车向现在全是用铝板做的。 这是铝板? 对。 里面是用的清高,本身这个棚子做起来的时候。 那你这个车弯全是靠手工砸的吗? 还是说? 这窝弯,我有窝弯器,车头上那个就窝弯。 你还带个微弯器? 对。 微弯器在车头上? 对。 看在上面,用的时候也方便。 这行,我看看这微弯器。 车头上。 这就微弯器。 我的妈呀。 行啊,这行啊。 这是我,我好像第十次来骑档了。 在318见到一个最牛的盖装达人。 这是我见到最牛的盖装达人。 满满的科技又很活啊,看什么? 这边是一个折弯器。 大哥这个上面这些折的弯,全是用这个东西折的。 一路走一路改装。 你包括这瓦盖子。 没有女的,我都是尽量用女的。 哎呀,那你这上下车是在哪边?在哪方?在那方向? 在这边上的,在这边上的。 我上去提,我上去感受一下啊大哥。 弄好了之后这个地方是空的。 我就是临时把它盖着。 这个可以踩是吧? 对。 我上去感受一下。 坐下这个车。 我的妈呀。 哎呀,太牛了。 大姐,你帮我远处拍一个。 我的妈呀,这个车,你接一个这个。 全液压摇杆的。 液压摇杆。 这是离合。 撒起个油门。 最油门是吧? 油门你接近。 不用,不用我接了,红了。 还讲这儿了,红了。 这切个鸡安到这儿了。 暂时间算了,搞完了这些东西都要扔了。 你这一路上,那家伙,有啥问题自己能够解决呢? 对啊,别人解决不了,我都能解决。 你可以,自己是自己解决。 我这发动机里面一个挂挡的条断了。 但是你如果到别的地方,他要真会修车的。 他还没限货。 因为他没限货。 我呢,就用不锈钢焊压,把它直接给焊上。 那你这套是发电那个,显示电量的吗? 这个是胎压。 胎压。 我还在胎压的。 下面这个是水温电压。 油表,还有机油压力。 啊,这个机油压力。 这个油。 你看这玩意啊,虽然说是一个手服拖拉机。 把手服拖拉机玩成了一个天花板的一个级别。 汽车有的,好像它都有了。 但是单干发动机,我始终认为是中国神仰的存在啊。 这一车是新能源啊,为啥这么说呢? 来,咱们把镜头推进给你们看看。 原来是油电混合的。 可以看吗? 油电混合的,我家。 大哥,你也太能够了。 啥?这新能源,那新能源。 原来又能烧油,又能烧电,油电混合的。 那你后面是多大瓦数的? 后面一千,前面一千。 前面也带电机? 前面我往这儿改一下。 它现在是跟发动机连接的。 我把那个瓷子改到那边去。 改到那边去了之后,就说是把泥河一踩。 跟发动机就没关系了。 用完全的电力驱动。 用这个电机,那是属于四驱的了。 四驱的,完了一千瓦,两千瓦。 两千瓦上这坡能上试过吗? 低速挡上得去。 低速挡上得去。 那你就是说? 摆着刹车,还带着发动机。 用一下,它还把它拖着走来。 我这个,用电的话能跑多少公里? 这跟电池有关了。 跟电池有关? 对。 那你现在是三度电,能跑多少? 我一个情况下,我除了拍视频的时候, 我不会用电的。 因为我是老式电瓶, 我不可能花了一两万块钱去买电瓶。 你电瓶是用的是什么电瓶? 汽车电瓶。 汽车电瓶,就是这个千酸。 对,烧电汉猛。 啊,烧电汉猛,千酸电池。 你要是用那种比电池那些的话, 我跟你说,几倍电汉一烧,我给它就没用了。 哦,千酸电池。 哎呀,新能源车。 行了,这回再见吧,这回完事了。 拜拜了,感谢支持,谢谢观众, 我是大叔,一直在路上,拜拜了。 你看到吗? 朋友们,又再见不了了,你看又来了。 它上面的小窗桌,通过排气的压力, 把这个能挺起来。 然后呢,车停的时候,它自己落下了。 落下后呢,就形成了一个防雨的功能。 还能上去拍? 还能上去拍? 还能上去? 哎呀,我踢了。 我踢了。 我上去,你上顶上看看。 放上鞋去吧。 哇,这窗位太厉害了。 这个太能把,再踩这棱子上是吧? 你不要上去踩,你肯定太大了。 不能踩过来。 你这是软板是吧? 不是软板,不要说是硬板。 硬板拆开了。 我上去。 你这个踩的板是多少瓦的? 1200瓦。 1200瓦? 对。 1200瓦? 发电量能达到多少公里? 发电量你要算嘛,千瓦小时嘛。 千瓦小时,你现在呢? 能看到吗? 10个小时电的话,有人发12度。 12度电? 那太够了。 这个东西说是满载的情况下。 就比方说你像这个时候这种太阳。 这种太阳,这个西藏的紫外线强还可以。 你把拖拉搞一下,把车里上拖一下。 好的,好的。 去吧。 这块有水,看上去。 这块有水,看上去。 朋友们,忘说了。 下面呢,就是康定。 咱们在康定是大平台停的。 今天有缘,遇到了这个拖拉机的一个大哥。 然后又遇到一个北京的两口。 这是北京的两口。 还遇到我们燕台印。 哪里的印? 大姐? 燕台的印。 我秋冬的。 但是秋冬印。 好了,这回真再见了。 不好意思啊,这回真再见了。 别忘了,点按关注啊。 拜拜了。 别忘了,别忘了这么久了。 はい,不 Andy。 看破!!! 大家快点晒一句。 放这先一下吗?